其實我覺得任何階段、狀況都會有困難 大家面對困難不同 譬如一億成本的導演 他的困難就是除了錢之外 所有東西都是困難 一百萬片酬、一千萬片酬 和一億片酬的演員 他們每一個階段的人都有不同的困難 只不過是一千元片酬的演員以為 上去那裡就沒事了 那你就不錯了 上去那裡才是困難的開始 想起有一部西片 我不記得是否叫做Chef 就是Ironman的導演那部肥佬拍的 Chef是說有一個Chef 他本身是一間有名的餐廳 然後他就不知道要有個食評家來吃他的那頓飯 那他當然是想了一些厲害的 於是Dustin Hoffman就要求他煮他的拿手菜 即是有沒有人去聽Rolling Stone是不唱Satisfaction的 即是不會的 好像Exactly這樣說他 他就放棄了份工 很會生氣 一路之下就走了 結果就是通常電影最偉大的 他就撞到一部快山車 正如曾俊華所說 他可能都看了這部 即是他煮到熱情出來 即是他已經是一個成功了 做了這一行很久的一個廚師 但是因為這樣離開了那間大餐廳的時候 他在一輛餐車裡面 他才找回不是一樣最好吃的東西 這個世界 而是你去對他煮菜的熱情 你今天你不走 你不讓人趕走 你自己不走 你不去找回這輛車 你不剷走油漬 你不再去做這些三文治的時候 你不記得了 你一開始為何入了廚房做這一行 即不是別人比起你受 是你自己比起你自己受 這個世界沒有人趕到你走 如果你賴死的話 或者 那是你一早應該去的地方 我開這套門大淡透氣